親愛的同學 今天非常好的場地 也非常好的這個時段 因為一點半 盡量讓所有的課程都講得比較精彩一點 首先 我要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個人是在總統府服務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不是一些在 所謂的在產業上面的分析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結構的一些比較專業的東西 而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各位在將來投入職場的時候 有哪一些是學校沒有教你的 而且你出的社會在職場上面 你的老闆也會跟你講 還有你的前輩也會跟你說的一些道理 跟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 OK 那我先在這邊我先問一下 現在的同學我們是不是四年級了 對齁 四年級的舉手 都是吧 應該都是吧 對齁 後面沒有舉手的是先生吧 應該都是吧齁 沒有關係 好 沒有關係 那基本上我想說 從三年級 還是甚至你從一年級進來開始 就應該要 開始要了解說 我們將來在職場上面 有哪一些要需要特別注意的 好 那我個人 就是一些基本的資料跟潛力 就是因為我是現在是在總統府的交際科 那麼現在最主要是處理一些國際里面的一些相關的事物 OK 好 那照片有圖有真相 我現在平常的工作 都是在處理一些國際上面的一些會議 主持一些這個大型的一些晚會 還有一些在公路上面的一些國際跟國家上面的禮蔽上的事情 好 特別像有一些就是大典 還有一些像國延上的成敗 我大概已經將近有快十七十八年的經驗 好 那因為基本上這個位階比較高 那如果說現在同學有興趣 在隨時在跟我在做一個詢問跟交流 我今天講的就是基本大概在進入職場的時候 一些最起碼的一些應對進退 還有就是一些應該要注意到的事情 好不好 OK 好 今天甚至開始我今天的一些 這個這個基本的一些 這個在職場上面一些 用你的最起碼的一些態度 來爭取到自己這樣一個競爭力 我們現在開始講競爭力 通常來講不是從你的專業 是從你的智能 甚至從你的證照 從你一些 甚至有沒有一些在相關的經歷 可是大家可能從來沒有想到說 如果我們現在要去面試 求得你的第一份工作 好 有了第一份工作之後呢 然後呢 有哪一些是你需要注意到的 你將來會不會轉職也可能啊 對不對 那你也想要說 欸 我剛入社會 剛找到一份工作 你有沒有想到說 我一輩子就這樣走下去嗎 你的想法 你對你人生的將來的期望是什麼 我們先要說是所謂的規劃 因為有時候計畫趕不上變化 變化來講的話又常常會改變 對不對 所以來講的話 所以現在你要先問你自己 我將來想要達到怎麼樣的目標 要賺很多錢 還是你認為說我生活 只要過得快樂就可以 或者說我只想做我現在想要做的 也可以都沒有關係 好 我現在就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為什麼要在講理 當作競爭力之前 要先跟大家先溝通一個觀念 就是你想要過怎樣的生活 你想要成為怎樣的人 還有你想要達到怎樣的目標 其實就你的生活來講 大家的環境 你自己的一個所屬的一個地位 可能大家都不一樣 欸 有些人天生就有錢 將你背景還不錯 可是有一些是我真的必須要靠好自己 就好像說 每個人手上拿一副牌 他就給我打過牌嘛 對不對 那麼你所拿到的那副牌 可能有好有壞 可是你現在要做的 你人生就一次 你要怎麼去過好它 完全靠你自己的算計跟佈局 就跟下棋跟打牌一樣 OK 也許打牌下棋 你認為說它只是一場遊戲而已 可是你的人生不是一場 又是一場貌吧 你必須要謹慎思考 你只能努力去打好它 你盡力就好 好 你盡力 你該怎麼去盡力 請看老師慢慢的分析 好不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OK 好 現在喔 我常常喔 在外面 常有一些學校 好 學校就算了 有一些企業 他會邀請梁老師 去跟他們的一些職員 在做員工上的訓練 我常常看過一件事 老師啊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私底下找我聊的喔 他說我只先 有很多人講說 先求有再求好 可是呢 我換了好多的工作 可是我每個工作 我都覺得不快樂 欸 是不是其他人對我有成見 他是嫌我的這個本質條件不好嗎 我跟各位同學講 很多事情也許是出在 你出了社會之後的一些應對進退 可是很慘的就是 有些應對進退的一些奮契 跟人際關係 沒有人會跟你講 可是偏偏你的主管 你的同事 會希望你能夠做得到 我們現在在學校 即便你現在馬上要畢業了 OK 甚至加了要 甚至要深造 你在那個碩士也沒有關係 你碩士畢業之後呢 你還是要投入職場 那麼你是不是要 就是要跟人家相處 你一定會有上司 你一定會有同僚 對不對 那麼可能你會覺得 我工作久了之後 我碰到瓶頸 特別是在人際關係上面 會覺得常常會覺得很不快樂 那個問題是出在哪裡 就是所謂的人際關係 好 再進一步 我們在職場上面 同學啊 我們要求神了 賺錢 養活自己 對不對 支撐家庭 假設現在結婚生死 你的壓力會更重 接下來呢 會想說 欸 我有一點企圖心 怎麼辦 我要升仙啊 可是每一次啊 會看完出來 這個人事 這個人事的一個 這個公尾出來 啊 我呼聲最高 可是每一次都漏空 同學 敗部冠軍 還是Roser 對不對 那你問題又出在哪裡 現在我們在職場管理上面 常常就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就常常就會說 欸 一些生涯分析啊 可是啊很多的一些 所謂的一些訓練的一些 那個老師啊 會一直跟你講說啊 你在哪裡本質學生要加長 可是常常不連接的事情 我們除了社會 不光是做事 要學會做人 做人 就是有牽涉到一些人際關係 跟禮儀上面的事情 好 我很厲害 我業績都拿得到 可是天天啊 生死的機會 養的機會都拱手讓人 這一定是有其他的問題 就我整個職場的一個 這個構思來看 請大家 把眼光放眼 好 像梁老師 這一題工作大概一十多年 其實我在大公務員之前 我也在工作 我在這個合信集團 也幹過這個 這個一個 基本的一個主管職 好 後來才投身公職 我跟各位同學講 當你在投入工作之後 你要先思考一下 我將來的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你有怎麼樣的想法 我不要打個同學 好 基本上這個圖 很清楚 分四個階段 大家可以想 在二十五到三十歲之前 你可以嘗試一所喜歡的 你真正有興趣的 人生啊 在三十歲之前 都還可以形塑自己 你想想看 你去轉換你的工作 沒有關係 但是一般來講 在三十歲之後 你最好要開始穩定下來 在某一個行業 或是某一個產業 你要開始累積什麼 累積你的經驗 累積你的人脈 累積你的reputation 就是說你的一些生育 各位同學你知道嗎 大家從商考學業畢業之後 也許你要是走滿堂的話 也許你會走金融界 你會走其他的一些商業上面 可是你要知道 同樣的行業 它圈子都很小 假設有任何好的名聲 或負面的批評 你要留一點名聲 要給別人探聽喔 知道嗎 所以你在三十歲之前 你盡量可以去轉換 去學習 但是從三十歲之後 要求穩定 然後換一句 滾石不神拍 除非你是被人挖腳 對不對 但是人家挖腳 是連輕拍都已經挖過去的 你挖過一個石頭 沒有一點點 別人是不會去挖你的 好 講回來 第二階段 三十歲之後 在您的 在非常重要的人生的黃金歲月 到五十五歲 可是你知道 我們現在的國家財政 還有我們這什麼老老基金 現在最近很HOT 可能可以預見的 就是大家的退休的年齡 會越來越長 會越來越長 所以你要再把你的黃金歲月 能夠工作的一個時間紀念 還要再拉長 現在的趨勢是這樣子 假設我這個題目在十年之前 我可能我這個時間表要幹 有些人說 啊 沒有關係 我到那個什麼 這個科學園區 拼拼賺 天天加班 沒關係 我操 操勞喔 我爆肝喔 沒有關係 但是我錢北京夠了 我四十五歲 當作我第一階段 我要退休 我要跟我老婆去開民宿 可以 可是現在機會 恐怕完全不一樣 換下說你的 按照現在的 這個環境 大環境 你必須要改變到 你在人生上面規劃 之後 因為你的 情況會隨時會改變 那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之後的一些 生涯上面 你可能會 碰到結婚生死了 所以我看他說 有時候機會 計畫 這個人生計畫 可能要稍微 要做點修正 但八種彼時 大概你規劃 大概十五歲左右 這只是一個想法 這一個想法 之後呢 就看你人生的造化 你要退休也好 或者說你人生要更 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 完全看個人的修為 即便是我 ,我恐怕都還沒有機會 還有這個資格講 後面一段 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 那個Kentucky Fried Chicken 這個就是 就是那個 肯德基詐基啊 那個上校 對不對 他什麼時候才創業 他是退休之後 他拿了那一筆 他的居職的退休金 再去創業 肯德基爺爺 那個肯德基上校 他是退休之後 在創業的 所以 每個人的人生規劃 跟人生基於不一樣 不能一概而論 我現在要請各位同學 只是講說 你最好是從你在探索的時候 盡量去嘗試 你喜歡的東西 你才會投入 你記得梁老師這句話 OK 當你在投入職場之後 它會形成一個在職場上的一個迴旋 你會想說 我喜歡這個工作 我投入之後 按照你職務上面的地點 你的需求 你會想說 我真正喜歡什麼樣的工作 我真正適合什麼樣的職務 之後呢 再會思考說 欸 我哪裡有不足的 或跟別人哪裡有不一樣的 之後再調整 欸 調整你的職業盛產 之後可能會轉到一個行業 或轉到一個公司 欸 這之後再重新你回到 你在思考自己的職務需求 這就是說 你至少在30歲 甚至在40歲之前 假設有可能 通常你講 現在30歲之前 你盡量去遵求這個循環 去調整一下你的想法 你的態度 之後你確定你的目標 再去投入 累積你的經驗 累積你的民生 累積你在那個行業的人脈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各位同學 當你還沒出社會的時候 你要先立立這樣的事項 好 很重要的 我今天在講什麼 我再講 用禮儀來增加大家的競爭力 拜託 現在有多少名校 有多少高學禮的 大家競爭那麼多 我今天要跟大家 比拼的武器在哪裡 今天 梁老師 我擔任主管 我今天用我的主管的角色 來看 當我收到一百多分禮慾 我會挑哪一些 我會優先丟掉哪一些 OK 如果說 你能夠在第一關 能夠 到一個公司去工作 你想想看 當你進來之後 那才是進了羅馬 競技場 才是拼搏的開始 各位的學歷 還有一些機會 只是拿一個人生競爭的門票而已 喔 不是說我拿了一個工作之後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鐵飯了 現在幾乎沒有什麼鐵飯了 進來這個公司 進來融合行業 就是你競爭的開始 那競爭呢 不是跟人家比 那是要比好 各位同學 請你看看 你們有沒有上過所謂的企業倫理 這個課 有些有 有些也許沒有 可是企業倫理的東西 絕對不會講到這一塊 因為這個是我下一本書要寫的 我現在跟同學來分享 每一個人在職業上面 有一些職場的行為人次 而我這一個所謂的金字塔圖 就是公司對各位的要求 對所有的職業上的要求 什麼要求 來 有沒有 我們假設有最起碼 假設像氣管些那些 也許會開一個蠻課的 我請教那個學老師 我們現在上個學院 有沒有獨立蠻式企業倫理的課 有沒有開 沒有 有些有開 有些沒有開 沒有關係 企業倫理 有些大概可以講到比較低產式的一些 這一些 他只會叫你說 啊你們不能違法 不能背信 不能怎麼樣 拜託 這是國家法律所規定的 國家法律對行業 譬如說禁止這個競爭 或者說要保護智慧財產 有沒有 好 在進步呢 假設我到了某一個行業 有沒有聽說過有某個職業工會 或某個產業工會 某個產業工會 他自己會形成一套 自己對自己所屬的一個職業的一個要求 譬如說像 會計師 律師 他會對他那個行業 的那個從業人員 他會有一個那個行業的一個規範 假設你違反這個規範 我就不准你加入我一個某某的什麼職業工會 這是第二層次 這是千歲來講你的職業道德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社會上面會有很多的職業團體會形成 因為他的共同利益 他會形成一個共同規範 譬如說 像 忠誠 有時候 你在公司裡面 就是 他可能會給你簽個什麼忠誠 保密條款之類的東西 表示說 也許有些事情不是違法的 可是 你到我公司來 你一定要遵守到一切最強的職業道德 這是第二層次 再上這個 第三個層次 開始就是我今天要講的囉 就是各位同學 我們到職場之後 欸 有長官 有 有這個同事 甚至我到的主管 我底下還要帶下這個下室 中間有沒有一些進退應對要注意的事情 當然有 這才是重要的key point 它才是真正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上了職場 甚至工作了十年 身間不順 或者是有一些在工作上面的困擾 那就是因為從這邊開始 從這邊開始 應對進退出了問題 欸 請各位同學看到喔 各個職場 在上面各個層級 欸 在職場上面 是有一些階級存在的喔 所以階級是說所謂的職位 好 之間的一些奮進 還有他們相互之間的應對模式 譬如說我跟我的長官 中間的行為模式 就不可能跟個人 這個東西也肯定要注意到 再上去 好 比較高階了 我會跟同學講一些 比較重要的 就是所謂工商戶之間的一些 重要的儀式跟禮儀 這個東西比較操作性 又更高了 再過去 同學不要管 上面是屬於我們高階的 禮賓單位的一些儀式 有一些大的公司 還有一些屬於比較大的機械 才會 譬如說 我要出去簽約 有什麼儀式 這東西就比較專業 這我保留 好各位同學 倒過來 您看 我為什麼要開始要學這些 你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說 你要先分析到說 你自己到底哪裡 有缺點 到底哪裡有優點 刷的分析 應該都學過這個 最起碼的分析 這個一個方式嘛 對不對 好 我最喜歡拿這個所謂的 SW 奧迪斯瓦的分析 來跟同學講 非常簡單 用在你分析 你自己的優缺點 認識 就是外在跟內在的一些 機會跟威脅 好 各位同學 你看 我選個例子來講 當你 欸 歷史後 糟糕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怎麼去跟人家競爭 先生是各位自己所處的環境嗎 先生是好 說你自己的地位是如何 你才出去談到說 要跟別人怎麼去競爭 假設 欸 我哪裡有 比較好的一個優勢呢 譬如說 欸我學運也不錯 那麼我也有一些有症兆 或者是 你曾經在哪一個地方有實習過 你可以當做你的利基點 OK 那也許呢 欸相反來講 也許我的英文不好 我的日語不好 或者說我的身體不好 或者是 欸 我除了在賣 拜登堂打過工之外 我其他都沒有什麼經驗 對不對 這也許是你的缺點 好 那另外呢 欸 剛才看到的是 各位自己內在的一些 有點不缺點 這是屬於你自己個人的 你在想想 對外 你怎麼樣去面對 在外在的環境 糟了 如果 現在環境不好 景氣不佳 出去頂多 只有22K 你會覺得說 哎呀糟糕 就有機會少 可是萬一說 欸 我覺得 剛好 是 某個產業 它特別需要的 或者是 我拿到有一些 譬如說金融專業證照 欸 我增加很多競爭力 那這樣的話 跟對外來講 那也許 會有很多加分的效果 好 重點是 請各位同學思考 你經過那麼多次的努力 你覺得你是人力還是人才 人力還是人才 人才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很多的專業 是你自己沒有辦法被替代的 你想想這一點 假設你在這個職場上面 任何人都可以替代你 你 頂多只是一個人力而已 好 我們盡量讓自己 能夠在某一部分 能夠屬於自己的專業 你就是說 是在那個地方 是很少的研究 或者說 你這個對這個地方 有特殊的技能 或者是 有豐厚的資歷 你都可以在那個地方 成為一個人才 但是 如果 很多的人 都可以替代你 今天如果說 我是老闆 欸 我請這個新的大學畢業生 我可以請兩萬八 那我為什麼還要花個三萬四來請你呢 對不對 而且他 過來 還比較可以 比較謙虛一點 欸 你工作五六年 好像是一個老鳥 還特別跟老闆的我來拿俏 這個態度就完全不一樣 想想看 一旦你的位置 可以被別人隨時所替代來講的話 你頂多只是一個人力而已 大四樓 思考看看這些 對於自己內在外在的一些競爭力 好不好 好 那另外 有一個在職場上面 很重要的 應對經費的思考 各位想一想 我曾經有碰過年輕人 一進來就跟我講說 他要當一個小手一個主張 我問你說 你在外面有什麼經歷 他說沒有 我只是在教育展打過工而已 他說 我在社團裡面 這個 這個 這個也 也當過什麼總部什麼主張 我說啊 你想想看 當你想要當一個主管之前 你是不是應該先 建立一個 當好部署的一個 一個階段 OK 那麼如果說你想想看 如果說你是當老闆 你希望說有什麼樣的部署 我常常在鼓勵同學 你用一種 比較可以換個角度的想法去思考 你這樣的話 你會比較知道說 別人怎麼樣去看待你 怎麼去看待你 OK 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所謂的競爭力 老闆怎麼去找一個員工 如果我先拿到一個履歷 大概履歷大概都會有差一些範圍 可是重點是 我頂多能夠拿到這個 呃 這個履歷的 比如說我找這個 這個員工進來 只是會看到說 欸 你這個學歷或基地還不錯 或者說欸 你做這些報告還不錯 換句話說 我找你進來 只是因為說 你的能力還不錯 可是 工作一段時間之後 我會開始思考 好 開始思考什麼 來 這邊有一個雷達圖 請各位同學參考一下 梁老師在這邊 跟大家做職業生上面的 這個生涯 還有在職場上去分析 都是用一些比較簡單的 一個分析的工具 跟大家來講一些 最起碼 最起碼 最簡單的概念 可是卻有了實用 你聽聽看 在哪一天你在離開 我中華大學的時候 你再把老師的講義 翻出來 你可以非常深切的了解說 原來這些東西 被你來講 都是有非常有注意的 當一個老闆 要找你過來 只是看錯說 欸 你的能力還不錯 你好像還蠻會寫一些 企劃書的 說實在的話 就即便是像我 或說其他的高階主管 他也可能會 只會看到這裡 因為你人沒有進來 我怎麼知道 你跟別人是怎麼溝通的 你是 對別人是怎樣相處的 一旦 我找你進來 我這個公司 就開始在思考囉 欸 各位同學 看看 所有公司的主管 應徵你進來 頂多只能把你探測出 你的功 就是 你的一些能力 還有一些你的想法 頂多你是拿一些作品出去 譬如說像有一些 在那個工程發明或設計的 也許還有一些作品 他在想說 欸 這是最起碼的 我覺得你還不錯 我找你來進來 工作你一段時間 就開始在思考下一步 欸 我現在在講職場的一些 主管心理在想什麼的事情喔 請注意聽喔 想想看 欸 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小王啊 王同學畢業之後 大家因為比較年輕啊 就叫小王 欸 好像 工作能力不錯 可是不只能跟同事講話 那老闆就不敢把他放出去 跟客戶接觸 然後呢 又只做自己的事情 欸 我這個工作需要大家組成一個team的 換大家說 他 他的一些 組織上面的一些協調 或者是 這個 所謂的團隊合作 都 尚待 有改進的空間 那 主管會怎麼想 他頂多只能做繼承員工 如果 還有更年輕的人 我可能就把他給換掉 所以我們現在的職業 那個職場生活喔 你要必須要知道 第一個 你怎麼去跟人家溝通 其實我們出的社會 不是說你能力有多少 而是說你要怎麼樣去跟別人去 第一 說服 第一 溝通 再進步 再說服 第三 是叫爭取 好 現在的老闆需要是這樣子的溝通的一個能力 你知道嗎 好 我們學歷喔 我們現在在職場上面 過了三年之後 沒有人再問你說是從來的大學一夜 沒有 很少 大家都是以業績 或說你的成就 好 竊爭商 爭槍死到 爭槍死到 爭槍死半 這邊來做競爭的 沒辦法 數據或說話 看來這個業績就是如此 那你還有什麼話可以講 OK 算壞 中階層 就是在 你 跟其他 對外 溝通力是對外 也可以對內 肯定所謂的相助力 就是完全是在你這個組織環境裡面 你怎麼跟別人 玩這個團體的一個 一個組織上的工作 你的團隊精神好不好 如果我說我是主管 我一定會考慮 你這兩個方面都表現不錯 我就可能會把你在拔足 提高你的位階 生前就有希望啊 不是嗎 對不對 好 再更進一步 也許你幹了七八年 也許有些單位不需要 可是有些單位可能需要 要看那個 這個企業上面那個組織文化的關係 甚至幹了十多年 像剛剛我梁老師也是 幹了十多年才升上科長 這段路非常漫長 因為為什麼 他要觀察你 你除了在跟外面的溝通 對內的協調和相助 這個團隊精神之外 他會開始會考慮說 你可不可以代表我的公司 出去跟外面做比較高階上面的一些接觸 譬如說國際會議 出去跟人家談判簽約也好 不要幹什麼都可以 這些事情通常來講 都是高階主管在做的 OK 都是高階主管在做的 他就很想說 你在外面的應配進會 你的服裝 你的口語的口條的表達 或者說 在你的人脈上面累積 甚至夠得 假設你有具備這方面的一些能力來講的話 我可以把他做你當高階主管 就是所謂的離例 OK 假設我在考題一個 這個員工 我可能就開始會有一些評分 可以畫出一個圖 假設他這個圖的重心比較往下 可能他身間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磨練 OK 這是一個主管的一個想法 好 我問你 他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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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man Lee是誰 李淑豪 就是他講的 是不是大家繼續演嗎 台灣笑 我在三年前 我有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接待到李淑豪 因為他那時候完全還沒有出名 可是呢 我就覺得 哇 這個年輕人非常了不起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 呃 他那時候 我覺得他非常 這個 就是說很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華人啊 在美國NBA啊 幾乎沒有立足的地方 欸 他是 他是我除了搖民之外 我聽了 欸 很有說華人 至少是我們台灣人 就是說此地 齁 在美國 在NBA 美國職業的籃球上面 好像還有一個角色的 雖然他那時候在這個 所謂的什麼 什麼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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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 就是 金周勇士隊 金周勇士隊 可是我覺得 我對他來講 我覺得我非常佩服 所以我那時候還特別 跟李初 在旁邊聊了一下 他說 他在 成長的物產中 你知道嗎 那個 總數其實很嚴重 特別是在黑人啊 在職業球團上面 欸 你要知道 打NBA的 幾乎都是全世界的 那些怪物啊 他根本不算是人類嘛 因為太奇怪了 因為他根本是超人類 可是 他可以在這個 競爭的一些球 這個 這個籃球的職業球場 NBA上面 能夠存活 一定有他的道理 他說 我除了信仰之外 就是 我可以 很 恭敬的 跟大家相處 那 還有 他比別人多一份能力 他不是屬於天才型的 想想看 你這樣看起來 他好像邊上是高一個頭 身高193公分 可是你要知道 在美國NBA的那個環境之下 他喔 還算矮對不對 有很多 美國長人都是身高210公分 欸 像我說 一個華人 在那邊 在NBA的球樓攤上面 他又不是頂高 他憑什麼出頭 有沒有 所以他為什麼會創造林舒豪的奇蹟 這是他代表的奇蹟 所以各位同學 你想想看 就算他自己的條件 或許在那個非常要求嚴格的環境之下 他也可以有那麼結尊的表現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自己不要自己再找藉口 譬如說我學運不好 或說我哪裡能力不足 只看說你自己有沒有毅力而已 知識 我從一個我自己親身經歷到一個 這個分別人上面一個對談 我自己有一個深深一個體驗跟了解 好 另外喔 當我們到職場的時候 可是很多事情喔 不是說 欸 我要講多高層的學問 而是說很多事情習慣要重新來做起 因為哪一些 第一個 我請各位同學 我們當主管的 我一定會非常在意說各位的出席的狀況 考勤的狀況 因為你的出席代表你的態度 假設你一天到晚都遲到 我會覺得你的工作態度非常散漫 那麼你就不要談到說 你在工作上面是怎麼樣的表現 更不可能 因為我從你在工作出席上面的情況 我就會知道說你對這個工作的一些重視態度 好第二個 我當主管 我會發現 很多在職場的一些新手 做事情啦 辣這個辣那個 習慣不太好 才去克服自己的一些 這種容易遺忘的缺點 口袋裡面放個小米幾分 我講的都是非常實在 而且實用的東西 大家會認為說也許沒有什麼學問 但是很多人都不會注意到一些像的地方 可以幫助你在職場上面 養成門都很良好習慣 還有各位同學 你們現在當學生今天很幸福喔 怎麼講 因為啊 你的時間可以自己來做一個管理 可是一旦你在工作 尤其是在做服務業 哎呀你不知道 那種繁複的成功超乎你的想像 一下要有客戶 一下你老闆要做什麼 一下又接到客戶 一下要做什麼 每一個你的客戶都會認為是他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在工作上面 你要養成多工進行的工作的力 第二不要怕煩 煩了之後你的脾氣會變差 變差之後你會討厭這個工作 討厭工作之後你對這個工作的表現就不會影響 千反動全身 而且說實在的話 除非你是在做一些自己 屬於自己研究 或說研發的那一些屬於 這個比較工程方面的 你當工程師啊 假設 可是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商館的同學 都是商館學系畢業的 你覺得你這樣來出社會 找個工作應該是哪一個面向 我跟你講啊 都是廣義的服務業啦 都是廣義的服務業 即便像是梁老師在這邊服務 我也是服務業 我服務國外來的英客 我還要接待從國內來的民眾 哇真的是 所有的行政的人 我都必須要很和緩的態度 來對待他 即便我碰到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我也必須要把他化解 我也必須要把他忍耐 而且在第一時間 就要把你處理更好 多功能力 不要怕煩 好不好 跟同學來做個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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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人喔 就是說 欸你像工作丟過來 這邊有什麼電話 會搞到你心神不靈 可是有很多人對這方面的 一些這個修養 就很差 欸我這時候我也想 如果我說 你對這個多功能力 跟你的這個多方面應對 都沒有辦法適應 你要考慮看看 你適不適合做服務業 或者是處理對人的一些工作 可是我要倒過來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哪一個工作 不是要對人呢 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在職場上面 要找到一份還像樣的工作 通常來講 都是跟人的接觸是有關的 那倒過來來講 你對這個多功能力 跟這方面的修養 你是應該要提早培養 好不好 OK 好接下來我講的喔 就是開始比較牽涉到 比儀上面的事情喔 比較開始技巧上面的事情喔 請各位看看 一些方面 我不講太減省了 而是適用在各位同學 你將來在求職 剛開始再到一個 還算是職場的一個新手 新鮮人時候 所可以用到的 第一個 我教你怎樣對自己的外表 做一個形象塑造 形象塑造牽涉到你怎麼打扮 你怎麼穿衣服 你怎麼講話 你怎麼行徑 好不好 欸 必須要承認 大家都是外貿協會的會員 我不認識你 可是我為什麼對你會一個承接 我從哪裡判斷 一定是從第一眼 來判斷說你這個人是怎麼樣 對不對 可是呢我這件事情 我只會放在心裡面 對你做出一個評論 但是 You never know 你從來不知道 很多新鮮人 會碰到很多的挫折 就是這方面 第一眼給別人的印象就不好 你自己還會想說 壞 為什麼 對不對 好 第二 外表是沒有講話的 一旦開了口 很多人見光死 因為他一開口就得罪了 怎麼講話 講你 欸你會想說 欸梁老師啊 活得那麼大 我大學都在畢業 還需要你來教我怎麼講話嗎 欸講話是有技巧的喔 好 好 第三 少工作 人生職場定義部 教你職場禮儀 求職禮儀好不好 第四 當你成功找到一個工作 怎麼樣在剛開始的時候 建立起一個好印象 OK 好 那其實我在學禮儀啊 其實除了是給人家好印象之外 最重要就是說 你可以定用在你生活上面 你要知道 除非你是非常高級的主管 你要知道 你要花很多時間 在處理行政秘書的一個事務 譬如說 對外 好 幫你安 要幫那個老闆安排會議 要怎麼應對進退 可是很可惜的這些東西啊 秘書實務 或是你以前裡面的這些技巧 在這個 這個一般的課程 你是見不到的 見不到的 反而是很多的這個 三幫族 工作了三四年 欸 開始來犯說 欸 這方面很重要 可是呢 沒有人教他 才開始在報外面的一些 什麼 什麼員工訓練班 那一起呢 所加六千塊 很多都是這樣子 好 所以你不妨先聽 你可以省下六千多塊 好不好 好 OK 好 第一個 先跟大家講說怎麼穿 欸 按照我們心理學上面的研究 好 心理學研究 我對你喔 會有一個頻段是從那裡來的 7%是對於講 講什麼 大部分第一眼是看到你的外表 55% 那麼你在講什麼話 很多人也許他們會注意 好 延遲內容7% 還有38 各位同學加起來等於多少 三個數字加起來等於多少 多少 很簡單啊 55加7加38 100 對人的外表印象就是100 100分 55 是屬於你的外表 所以呢 這是所謂738 55規則 這也沒什麼理問 我只想要跟各位同學講 當你出去面對陌生人 如果這個應徵出考官對你來講也是陌生人 他怎麼來評斷你 就是聰明的外表 所以外表的打量是非常重要的 請各位同學來注意一下 好 這樣各位同學你怎麼穿 好 我們要應徵工作的 各位同學現在是在學校隨便你穿沒有關係 前天我看了一個新聞 中央大學啊 請同學不要穿拖鞋 上學 其實是這樣子啊 我是認為啊 學校的用意是良善 但是做不做 同學自己看一半 學校沒有辦法勉強做什麼事 可是你一到了職場 非常殘酷 一旦你對於那個公司文化有所干戈 欸拜託 我公司老闆付錢給你 你居然還不在意說我對公司上面形象的要求 你可犯大忌 所以為什麼說現在有多少這個公司 現在在請所謂的管理顧問公司 對他們整體的公司形象 做一個形象上的設計管理 甚至還規定 他們公司的所有員工要穿制服務 換成說就把你自己穿著的一個權力全部收回來 公司一定規定 尤其你是在做服務業的 那即便是如果說公司沒有對你所謂的這個 所存的那個員工有所規定 你會問說那我這樣的話 那我在職場上面應該怎麼穿 請各位同學注意 所謂的TOP原則 欸我們是要成為一個很TOP的一個專業人士 T呢你要看Timing 所以Timing就是說夏天天氣熱 你不要抱著密不通風 或穿深色的衣服 你要按照你的時節來穿 不難吧 O呢Occation 我在公司工作也許還要去借助客戶的 也許你今天晚上去喝一個同學或親戚的洗酒 你會覺得欸好麻煩 所以我看到有很多對那個女性的那個職員 直接把晚上來玩宴服 穿到公司去 然後結果所有的那個公司同仁說 哎呀你今天晚上喝洗酒對不對 對啊你看這樣穿好不好看 大家說欸好看好看 你看特別是跟耳環 可是你要知道 對一個公司的文化來講 或甚至你要去接待 或是說要去跟外界的客戶來做聯繫 人家為什麼來評斷呢 他會想說你的穿著真是神器 對你的公司還有對你自己個人的信仰 會有很大的一個扣分 好什麼是P呢 穿衣服 你是職場新鮮人 公司怎麼規定 什麼要求 嚴起一點 也許你不能去學你的高階主管穿 因為你的高階主管才是不一樣 他有他自己的個人風格上的建議 所以TOP原則請大家想一下 好不好 好你自己就開始在想說 我們在外表上面要怎麼樣去打扮 怎麼樣去穿著可能會比較適當一點 這很重要 來我現在要開始要再跟同學來講 你要怎麼樣去開口講話 很簡單 我們假設有持閒你就撐持閒 你不知道持閒的話 你撐先生或撐小姐 撐小姐就好 不要撐女士 撐女士太老 OK 在職場上面有一個菜鳥級的這個情況 常會出現 有時候 有時候 我會說 今天電話你打過來 你好 我是張先生 各位同學 這樣對嗎 不是 你要說 我姓張 我畢姓張 所謂先生或自身小姐 那是對別人的一種準誠跟進誠 還有職場的新鮮人 你不要隨便就說 大姐啊 大哥啊 你把人家叫老了 人家很在意喔 很在意喔 這一定要特別注意 不要隨便叫人家大哥大姐 大哥 叫人家大哥 這又不是黑社會 好 叫人家大姐 欸 拜託喔 人家才七十年次而已耶 你把人家給叫老了 人家很不高興喔 好不好 人際關係其實沒有什麼嘛 穿著 請你稍微正常一點 嘴巴甜一點 對不對 好 你們想說 你出去啊 年輕人不懂禮貌 你出去啊 嘴巴不會甜一點 你會想說 我嘴巴怎麼甜啊 我就很老實啊 老師教你怎麼講話 好不好 最重要的是 哪些人家在意的事情 你就不要去碰就好了 這是所謂在理醫師學上面的 畢竟原則 好 接下來請各位 同學唱一下 甚至這很多 我們行政人員都不知道的 我們出去怎麼樣 去在正式的公文書上 去稱呼人家執行 看看 假設我有行政職 校長 主任 有沒有 即便是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都是一種職位 你要在論述上面 先從你的系 再加洗政職位 再加名 假設他有專門職位 或者是學位 把專門的職業跟學位放到後面 第一次聽到 我跟你講 這是我們正式官方很同意的做法 同意做法 各位老師 你們知道這樣做嗎 很多行政人員都不知道 再高階一點 因為我曾經在外面 有跟其他的行政秘書主管 有上過所謂的行政人員高階班 很多在公文書禮儀上面 完全錯誤 完全錯誤 也許是因為我們工作的關係 我曾經會介紹很多 從國內外都寫信到我這邊來的信函 我只能講說五花八門 我們一般的行政人員跟秘書 需要家長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深 我只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而已 講話有學問喔 我看好大家 來 我們講這 一般的應對進退 講這影響到別人 我們說打擾 說打擾 OK 說別人 這個就是說 等候別人說公厚 也許你會覺得比較文言 可是也許 我們可以講的可以白話一點 好 我請別人幫忙 請你幫忙或反省 最重要 假設以及你的主管 或你的比較資深的人員 在你辦公室的場合 說明這是不是可以跟你請教一下 這可以請指點一下 是不是會比較禮貌一點 對不對 會不會禮貌一點 這是你所謂的口語上面的傳播跟表達 這就是所謂的人際關係上面的第一步 OK 我再繼續有很多 好好看喔 連老師都可以回答 陳老師的年齡 陳老人的年齡你要怎麼講 我上次跟護身器官的人員上這門課 居然有一半個人都答錯 成什麼 譬如說我今天是在做會台的 我會問一個大概八十多歲的老人家說 欸 阿姨幾歲 欸 人家聽到就會 就會非常生氣 甚至會 會打通電話 會跟進事務所的主任 會抱怨 到時候你還寫一堆報告 你還怎麼講 請問您高壽啊 對不對 好 請問您高壽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對他的意見 尤其我們在主持會議的時候 欸 我們要講的要比較婉轉喔 欸 要生什麼 是不是還有任何的這個 意見或高見 可以 可以表達的 請大家 會語提供 有沒有看到 會語提供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做事宜的 這就比較高階了 有沒有 講到這樣子 是不是就比較文雅一點 有沒有 這很多例子 我是取了一點點 好 請教對方姓名 應該怎麼講 試試看 欸 大聲一點 有獎品 有獎品 貴姓 蛤 貴姓 貴姓 沒錯 好 我送你一本書 等下休息來找我 就是你 OK 好 請人月亮怎麼講 請多多包含 不好意思 請多多包含 人家還會跟你再計較下去嗎 不會 各位 我們平常喔 做事情呢 可能會有一些小地方做得不周到的 或是說甚至會犯錯 當你的口語 或你的態度 稍微和緩 稍微低下 欸 我跟你講喔 可以解決很多的事情 各位同學 就是所謂的人際關係上面 最基本的建議而已 你要知道 從嘴巴裡面講出來的 一定要完整的表達 這樣對你的事業跟持壓上面會有很大的幫助 繼續 好我們再繼續 好這邊有一個例子 好 請教 設計畫哪裡有問題 處處都是問題 來都可以發揮 好 這個答對的 有講 舉手 有沒有 老師也可以 給大家30秒 在我們生活之中啊 充滿了許多的錯誤 我這個問題喔 從南啊 演講到北啊 再從台灣尾啊 再一樣到台灣頭 答對了 不到四五個人 老師知道嗎 好 請講 不能用橋間 答對了 不能用橋間 答對了 為什麼 對 我幫你解釋出來了 好 謝謝同學拍拍手 欸很棒 不錯 好 這個對了吧 這個對了 所以有時候人際關係上面一些 應對進退 都是 都是學問 都是學問 一旦你這方面處理得很好 欸 同學 我對你會廣目相看喔 好 你哪一天我來應在工作 我絕對會找你面試的 真的 真的 真的是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在市場上面的一些 應對進退 你對這些小地方你會覺得很瑣碎 可是我們學會跟你講 在市場上面對這方面是非常注重的 非常注重的 喬遣是禁詞 哪有說自己的半價叫喬遣 喬是什麼 大的木頭 我們通常來講 吼 稱人家說那個 房子 房子 或是什麼是喬目 對不對 稱人家父子叫喬子 對不對 喬大木 子 是小樹 對不對 是不是 稱我自己啊 的家裡叫寒舍 我稱老師的那個 或者說其他的 這個 這個貴賓 我在叫說貴府啊 對不對 或花糖 那個太文言了 但是我的口語一點還是有一個增進 好啦 我再問啊 你好 請問你府上哪裡 請問你怎麼回答 再送一本書 會不會回答 你可不可以回答說我府上 台南 可以嗎 府上是幾次 我老家住台南 我老家住高雄 好不好 所以這 我跟你講 有沒有看過這種 都不知道 好 因為今天之間 有很多的學問 好 重點是 很多是 我們所謂的 杯子怎麼擺 餐飲怎麼擺 你們平常在外面 也許將來也有機會 再接觸到一些 你上一課 我跟大家講說 你百分之九十都用不到 其實你百分之九十都用不到 好 我跟大家上的 不是餐飲館的課 我今天當然 這個跟各位同學 上次 將來你們在職場上面 都一定會碰到的一些 公務或商業界一些 現在 馬上大家 公司的這個主管 公司的話 都會一次會邀請你的 這個叫商務禮啊 好 這叫商務禮 跟我們一般會講的社交禮 這是不一樣的 今天段段 就是這種 講不完 我指責對各位同學 再來 進了公司工作之後 你一定會碰到的一些問題 先做檢舉再說 先救急 好 等到以後 大家有興趣 去 老師有消掉的部落格 好 我可以幫大家回答問題 好 OK 好 重要的是 太多問題 太多問題 我現在就是說 也許你工作久了之後 你會想到說 欸 我要怎麼樣去對自己更進一步 好 我只能跟同學講說 好 你要對自己比較進一步的自信心 好 所有高級主管 所有在事業上面成功的人 都是從各位一樣 好 都是跟大家一樣 好 都是有一個最起碼的一個基礎開始 好 好 一定要用比較基礎的態度去面對 第二 用聽 我們喜歡去發表 可是你不知道說 情面是非常重要 好 當別人在問你一些問題 或發表一些意見的時候 也許你會 絕對不以為然 但是請你先的那個三秒鐘 好 先聽聽看人家在講什麼 先提心盡氣的 會對你的人際關係上面 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 職場上面 各位是帥哥 各位是美女 你覺得對你的人際關係上面 會有很大的幫助嗎 是有啦 可是真正的工作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說 喔 為什麼有些人的人際關係會特別好 那是因為他的感覺 讓人家覺得沒有攻擊性 他會讓人覺得很舒服 很值得信賴 特別是在業務上面的工作 好 請各位同學來想想看 好 大伴是一回事 但是在你的態度 能夠讓人家覺得很安心 可以全之全力的安心的托付 好 這樣提起來好像是一個 受寫業務員的形象塑造一樣 但是也許有可以值得參考的地方 好 第四個 請對你的工作 保持熱情 好 梁老師也曾經工作十多年之後 想要專門跑道 因為為什麼工作太久 好 到了 譬如說像我到了40多歲的時候 我會開始在司法座 我這輩子 接下來是該怎麼做 但是一旦說你想到了之後 我會用轉化的方式說 我不妨在這邊 我繼續轉移下去 因為我已經建議我的地位了 我問我事情 我對這些工作 到底還沒有熱情 我覺得是 我就繼續努力地工作下去 好不好 我給大家休息五分鐘的時間 等一下再順便大家分享一些 在職場上面的一些像樣的技巧好不好 五分鐘喔 馬上回來好不好 謝謝 謝謝